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8月29日,有媒体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则动态 曝光了知名演员赵文卓的近况 最近他们一家罕见的低调露面,看起来十分幸福 视频中赵文卓身穿蓝色半袖上衣,戴着黑色口罩 他的身材完全没有发福的痕迹,整个人看起来也很有精气神 即便是包裹的这么严实,却依旧掩盖不住他的帅气感 这样的状态在同龄人中算是非常好的了 他的妻子张丹璐则是穿着黑色西装外套 打扮得特别干练,颇有欲解风范 他还选择了一条珍珠项链作为点缀 瞬间提升了自身气质 虽然他戴着口罩 但他平时的颜值完全不输给赵文卓的前任眉艳芳 多年来都保持着好状态 赵文卓平时很喜欢锻炼 在生活中也很疼爱妻儿 在机场时自己一个人推着行李箱 母女两人只拿着自己的小包 这样的画面的确是很温馨了 可以看到赵文卓的女儿现在已经比妈妈还要高了 只能说基因实在太强大了 在过安检时 张丹璐和女儿都会帮助赵文卓卸下行李 一家人互帮互助的画面十分有爱 也可以看出他们关系都很亲密 其实赵文卓在遇到张丹璐之前 与梅艳芳有过一段深刻的感情 但前任遗憾去世后 她和张丹璐最终在2006年结婚 目前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赵文卓在生活中努力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条件 曾自爆女儿在罗西学院读书 这是世界上最贵的私立学院 基础学费大概86万 再加上其他费用 一年学费就要上百万 不管怎样 还是要祝福赵文卓一家人越来越幸福 图片来源与网络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